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是气在运行 密教讲这个修气 那么跟一般的这个玄法不同 但是密教有密教的这个道理 密教认为这个心 我们人的心不在内不在外 任何地方都不在 心是无形的 那唯一可以表现的就是在气 密教讲心跟气是合一的 你气能够修成 那么心就成 以气来象征着心 以气来当成心来修 这个是讲的 是密教 所以啊 这个像 释迦牟尼佛他讲这个属习观 属习啊 你注意你自己的呼吸啊 气息啊 佛陀本身也讲属习的 也讲属习的 其实这个就是修气的开始 你只要知道啊 你要专注于属习的时候啊 要注意那股气 你吸进去的气 多长 有多长 呼出来的气 多长 你要专注的 而且还要注意这个气的 出入的 违系的 任何一个违系的要诀 你这样能够专一 能够训练你自己的专一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啊 气啊 进气跟出来 最好是一样长 最好是一样长 而且最好是自然 越自然啊 你越能够专一 越细 越慢 越长 你越能专一 这个就是属习啊 在注意你的气的出入 在你身体里面的出入 那么 这个反之啊 你气啊 很这个粗 很急 很快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你不会 你能够要专一的话 你就要细 要漫长 刚才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呼吸啊 有那个啄音 很污测的声音从鼻孔里面浮出来 又吸进去 这个产生声音的呼吸是不好的 一定是测的 污测的 要注意自己啊 你就是没有警惕到你的呼吸 除非 除非你有鼻窝炎 鼻子里面有鼻窝炎啊 或者你有气管炎啊 或者是你鼻塞啊 你呼出来的声音啊 因为不顺 所以才会有污浊的声音 散出出来 像打呼 那个是污测的 你不注意的时候 你就打呼的 你注意你的呼吸啊 用细 慢 长 你还注意呼吸的长短 进来 出气 一般长 都是要一样的 要很自然 很缓 心情不能放松到呼吸到睡着了 你就不注意你的呼吸了 当然你就打呼了 那声音就急降低了 拼命这个响啊 影响到其他的人 在旁边这样子修行 这样在休息 吵得要死 都是在打呼 我们这里啊 假如出来十几个一起打呼的 我看这个屋顶都掀起来 所以要注意 你就是注意力 你换散了 所以我们平时 修的话 很自然 但是很存享在你的气上 就是鼠息 你练到最后啊 会变成怎么样子呢 你要知道你这一股气进去 到哪里 到你身体哪一个部位了 这个就是你唯妙的地方啊 修气的人啊 你能够心很平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气调得很好 调得很自然 而且你能够运转你的气 你这一股气吸进去啊 他会到顶 到头顶 降到喉咙 降到心 降到肌 降到密轮 运转前身 你都可以知道的 这个你就是第一个 硬气 你就是成功 你知道这个气啊 这个 卢斯尊本身的气啊 吸一口气进来 把它降到哪里 它哪里会动呢 到了脚趾头 脚趾头会动 会动的 这个气啊 在走到哪里 走到这个肩膀 这个肩膀会动的 走到哪里 走到喉咙 这股气凝聚在喉咙 或者降到哪里 降到哪里 都要知道的 到了五脏个哪个地方 都要知道的 这个你就行了 这个你就是调气的功夫了 你刚刚开始 只是在你的鼻头 鼻子这间 鼻孔这里 吸进来多少 出气多长 进来多长 你一直在专注在这里 刚开始是这样 能够专一了以后啊 这股气进到你身体里面 到哪里 灵结的东西 走到哪里 都要知道的 这个就是气动 所以啊 你手伸出来 气到手指 再回来 再转到这只手 就在指头的末端 这股气 印了 印到脚趾头 印到密轮 印到忌轮 印到心轮 喉轮 眉心轮 到顶轮 心水气走 就是在调心 就是在调心 调你的之间 你精神完全集中的 在注意你的鼻子 这边的呼吸 长短 这就是一种信念 就是属习观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颜结经里面 也教我们的 属习观啊 密教特别强盗啊 心气合一 因为心没有办法去象征 只有用气来象征 那你修气 就等于在修心 你知道你气很调和的时候啊 你心啊 就很稳 就定了 就是调心嘛 调气就是调心嘛 你心很定了 光明就要显现了 心不定了 那个光啊 闪耀的 你心一定了 光就稳固了 光就稳定了 气也稳定了 光也稳定了 这是密教的口诀啊 所以第一个要节 你就是要修起 把你身体的气啊 修得很自然 很细 很慢 很长 你心才能够定 心一定啊 就能入三摩地 三摩地 就能够入定 今天讲到这里 穿完了 我记得 Fury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